9點鐘 歡迎收看九點熱話題 我是楊晴 帶來關心的是 0403的強震造成的 花蓮秀林鄉木瓜溪 上游形成了煙色湖 初步評估不會對下游聚落 造成立即性的危險 不過今天中橫公路 台八線174.1公里處 上邊波發生的攤方 導致道路阻斷 預計明天下午5點才會搶通 這是21號上午7點多 台八線174.1公里 花蓮強震後 再加上近期雨勢 釀成中橫台八線 上邊波攤方道路阻斷 地震造成影響的還有這裡 藍綠色湖水 遠遠看很美 和旁邊的泥沙形成對比 但其實它很危險 這是0403花蓮地震後 發現花蓮秀林鄉木瓜溪上游 因為邊坡崩塌 形成燕色湖 從衛星畫面來看 這個月14號 木瓜溪上游吸床 就已經出現0.3公里面積深潭 17號擴大到阻斷河流 變成燕色湖 進一步發現面積大約有5.6公頃 霸高30公尺 回水長度約700公尺 蓄積水量40萬立方公尺 相當於266個標準泳池水量 而花蓮分屬評估 要是燕色湖愧絕 警戒區包含下游5公里 台電木瓜嵐6.8公里 台電龍建電廠以及下游15公里的秀林鄉同門 榮數兩個聚落 聚落的高層距離河床高差 大概還有10到20公尺的一個高地倉 而且部落距離這個燕色湖也相當的遠 所以不會對下游聚落造成立即的危險 而花蓮強震後漁震不斷 二十一號上午十點四十分 台灣東部外海又發生規模5.6地震 全台有感 再過三十分鐘 又在花蓮縣發生規模4.6地震 之前的漁中範圍是因為 這個斷層的錯動以後 產生了一個脆弱的一些地方 繼續產生地震 那這個的話是屬於它硬力 從北邊轉移到南邊以後所造成的 花蓮偏北屬於地震屏障範圍 因為屏障減弱 才提前觸發偏南部的地震 但週一開始兩波封面接力而來 山區降雨狀況也要留意 土石鬆動發生 TB的新聞統合報導 而明天就是週一了 要注意午後會變天 而且要迎接兩波封面 恐怕全台都會下大雨 一起來關心氣象暑的天氣說明 從地上降水趨勢圖 我們可以看到 明天封面開始接近 天氣開始轉成比較不穩定 那特別是北部東北部跟東部 就開始有不定時的降雨 尤其是金門馬祖比較靠近封面 下雨的時間會比較早一些 那其他地區呢 各地的山區 還有這個北部東北部地區 也會有午後的短暫震雨出現 那另外就是週二週三呢 就是封面通過 所以各地都是相當不穩定 水氣都是相當的多 那週四另外一波封面同樣接近 所以呢各地也都是有短暫震雨 或是雷雨的情形 那週五週六都是 也是另外一波封面的影響 所以天氣依然是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目前看起來呢 未來一個禮拜都是受到封面 陸續的影響 明天在南部地區仍然 中南部地區仍然可能會有 34度左右的高溫 不過相較於今天呢 可能不見得會有今天這麼極端 那至於這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由於封面接近的關係 所以開始下雨 所以高溫的話 就比今天稍微下降一些 所以週二開始 因為封面襲來 不只會下雨 同時也會降溫了 因為今天南台灣真的是熱暈了 最高溫是在台南的預警 飆到了39.7度 高雄內門也測得38.7度 今年陸春以來水量偏少 全台多個水庫水勤都吃緊 尤其是我們看到旁邊的這個水庫 是石門水庫 近期來說水勤同樣低迷 從即時影像來看 天氣好歸好 但水位還是很低 截至21號上午7點 蓄水量僅有24.6% 持續探底 而日月潭水庫蓄水率仍跌破八成 再加上正值枯水期 前幾天空拍畫面更拍下水射霸沙洲裸露 配上被稱為神秘黑洞的一流景 看起來就像是巨嬰浮現 統整來看各地區水庫蓄水量 還有寶山水庫 霧射水庫 白河水庫等 也只剩下二到三字頭 到底何時能解渴 後面的那道封面很快地就接到第二道封面 是變成一個連續性的一個降雨 對中部以北的水庫的這個降雨 不過週一起封面接力 確實帶來雨量 週一下半天開始變天 週二週三第一道封面影響 全台都有震雨和雷雨發生 緊接著週四封面再度靠近 週五週六同樣有較強 且連續降雨訊號 氣象粉磚 臺灣颱風論壇天氣特輯 也秀出最新歐洲模式 可見未來十天總降雨分布圖 一片紫白 溫度方面 週日最高溫出現在台南預警39.7度 台南北寮也破39度 還有高雄內門38度 全台四側站刷新四月記錄 前氣象局長鄭明典也說 台中以南看見夏季的溫度色階 台東出現焚風 直到週二風靡影響 高溫才會略微下降 地北新聞楊洲江惠仙 台報道 而大陸多個省份也降下暴雨 大陸國家防總更在今天中午 針對廣東省的防汛四級 響應提升到三級 預計在明天九點 會出現50年一遇的洪風流量 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給記者葉峰偉 在廣東省這裡 大雨是持續的降下 現在氣象專家就預測說 在珠江流域一帶 可能會遭遇50年來一件的洪風 因為其實從18號開始 在廣東省的大部分地區 就不斷的降下暴雨 現在防汛警戒 在廣東省的水文局這裡 也從原本的四級拉升到了 三級提醒民眾要注意了 而他們預計在明天早上 可能會出現50年來一件的洪風 要打破紀錄了 因為其實在廣東省這裡有四個地方 包括熱昌 汝源 韶關跟史新 他們累積的雨量 截至四月二十號為止 已經打破了他們過去的最高紀錄 而中央氣象局的前局長 證明點他也講到了 其實現在很強的對流雨帶 會持續一週以上的時間 像是在廣東 廣西 還有福建等地 都會出現嚴重的災情 馬拉松開跑不到半小時 跑者都凌晨落湯機 時不時還有打雷閃電相當危險 為了選手人身安全 主辦單位緊急宣布取消比賽 山區道路不斷被湍急的水流沖刷 來自廣東照慶的越野賽跑者 被困在半途 比賽也緊急喊咖 同一時間廣西桂林的山區道路 被將近2000立方米的土石流掩埋 中斷雙向交通 幸好沒有人車受困 強對流天氣持續清晰江南華南地區 高度600米的廣州塔 在短短一小時內出現六次閃電 廣西則出現堪比龍捲風的超強狂風 掀翻廠房屋頂 還降下湯圓大小的冰雹 砸穿頂棚 另外廣東多地河川暴漲 重災區韶關市 有船隻被暴漲的大水推著跑 擦撞北疆大橋橋墩 就怕結構受損 目前橋面禁止通行 他們可以看到在我身後 積水已經淹沒了部分的道路欄杆 在它旁邊有一台挖掘機 水是已經淹沒到了它窗戶的位置 寬闊的馬路成了霓黃色湖泊 另外廣東清遠市這處低窪社區 由於臨近水位超過警戒值的北疆沿岸 當地緊急組裝長達150米的移動式水閘門 並撤離居民1萬多人 6日到昨天晚上8點鐘 廣東韶關4月累計降水量 已經達到了681.9毫米 提前大幅度打破 4月總降雨量紀錄416.6毫米 當地政府警告 珠江流域北疆段將出現特大洪水 加上未來一周廣東暴雨還沒完 情勢相當嚴峻 TV北新聞綜合報導 香港天文台在今天拍到了清水灣 出現了水龍捲的現象 還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而香港地鐵東鐵線大學站 月台屋頂的鐵皮還被吹走了 月台是一度關閉一個小時 遠處海平面上空出現一大片雷雨雲 底下連著水龍捲飄過海面 21號早上9點半左右 香港天文台拍到清水灣出現水龍捲現象 天文台也在當天上午 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受到暴雨強震風影響香港地鐵東鐵線大學站的月台屋頂鐵皮被強風吹走掉落在地面 月台還一度關閉大約一個小時緊急修復 而在銅鑼灣登龍街有帳篷被吹下來 吊在大廈半空要消防出雲梯將它拿走 而大陸廣東省也可能出現50年遺遇的洪水 廣東韶關市江灣鎮民宅遭到滾滾泥水包圍 連馬路都看不見 連外道路受阻傳出當地通訊中斷 20號下午救援隊也徒步進入展開救援 一次還有好幾棟房子因為洪水侵襲 山區攤方遭到掩埋 21號下午江灣鎮已經恢復通訊 而在江灣鎮十幾公里外的主要道路 停滿了消防公安的車輛 因為不滿落石和淤泥 多處滑坡水流湍急 怪手也緊急開挖 目前救援隊也只能透過直升機 和徒步繽紛兩路進入災區 頂進災區的消防隊員 到水電站辦公大樓協助受困民眾 另外清遠連州市也有好幾處出現洪水 消防人員用橡皮艇先後載運20人脫困 而收到16號以來持續強降雨影響 珠江流域總共有44條的河流發生洪水 決定將防汛和洪水防御三級緊急應變 提升到兩級 CNN也針對大陸這次洪海特別報道 即將主播補充香港以北過去36個小時 累積雨量達到150到250毫米 還會繼續降雨 接下來三天預估累積雨量 可能還會超過100毫米 TV新的蘇泰羅新 香港大陸綜合報導 近期停電頻傳 現在連新北市也驚傳跳電 就在今天下午四點左右 板橋突然跳電影響了270戶 台電緊急派人搶收 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搶修完畢 台電週末緊急派人派車出動搶修 桃園才剛傳出五天停四次電 現在連新北市也跟著跳電 低點就在板橋 鄰近南亞夜市跟亞東音樂的華東街 跟南亞南路二段 二十一號下午四點二十八分停電 晚間六點四十分副電 影響兩百七十戶 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搶修完畢 台電人員透露到場時 變電箱已經有部分焦黑 停電也一度造成入口紅綠燈停擺 但為何跳電台電初步研判是電纜中段 街頭故障設備老化所導致 但頻頻跳電外界也懷疑是否跟缺電有關 台電也駁斥區域停電都跟設備 故障還有大雷雨有關係 像是露天電線就會受到動物影響 地下電纜是因為要開挖路面 修復時間才會增加 更秀出數據2012年停電二點一萬次 2023年僅有六千一百一十五次 十年來降幅超過七成 配電系統非常龐大 當某一處設備遭到天災壞例 或設備本身故障時 就可能引起小規模的停電 台電特別拍片成新 甚至希望外界能給相關工作人員肯定 只是跳電頻傳衝擊民生停電原因 總歸咎天氣跟設備故障 民眾恐怕也不買單 體育新聞 徐孟傑家庭新北朝暴導 台電總經理王耀廷閃電宣布請辭 不過行政院長陳建仁全力未留 但現在傳出是因為上週 經濟部責怪沒有清楚說明 高價買電爭議 成為了總經理請辭的刀火線 這一次的成本又要花了多少 有的大概8塊錢 有的是比較貴的是10塊錢 有12塊嗎 4月18號被詢 台電總經理王耀廷坦承高價買電 傳出隔天被經濟不責怪 沒清楚說明 似乎成為壓倒駱駝 最後一根稻草 王耀廷20號拋出簽字文 辭職信讓內部人員相當震驚 對外發出聲明反擊 強調不該把台電作為政治工房工具 少數人划著3C產品使用便利電力 卻對台電酸言酸語 對每一場天災都在前線的台電人並不公平 員工想替總經理打抱不平 但王耀廷請辭不接受未留 讓藍營很酸一波 就是在幫你們擦屁股 幫你們背鍋 你還在那邊指三道四 如果你當初你政策就正確的話 大家會那麼累嗎 行政院長陳建仁致電並傳訊為王耀廷加油打氣 請經濟部強力未留 台電工會也全力相挺 認為總經理不該扛 默許有罪名 4月3號的一個地震技術有受損 那台電也協助全力來強修 工會為了這樣的一個展觀 這樣的一個犧牲 我們當然是要平身而出 蔡政府任內從815大停電到303大停電 已折損四位財經構成 政院工會全力未留 就怕415限電危機再犧牲一人 只不過停電事件頻傳 台電淪為重始之地 有專家就指出 目前台灣電力系統陷入了四個泥沼 分別是哪些困境呢 請教分位 台灣現在不斷出現了局部性的停電 現在台電的總經理王耀廷 是正式向經濟部來提出了辭成 但是辭職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現在在野黨就呼籲說 新的內閣應該要來重新檢討能源政策 所以他們也提出應該要修法 讓現階段的核電廠可以有辦法能夠延溢 但是環團就發話了 他們說一定會表達強烈的反對 而且在近期會找時間到街頭來抗議 但是除了這個在野黨提出了強烈的監督之外 包括清大的核子工程 與科研所的教授李敏 他也說了 其實我們國內的核電廠 大多數都用不到40年 可是在國際上面 大多數的核電廠 大概一半都是用了超過40年之久 所以我們怎麼會把可以用的東西 棄而不用他也盤點了國內用電了四項尼腦 像是核電廠的延停液問題 我們都要採用的是燃煤還有天然氣 所以現在可能像是天然氣的部分 儲存又不易 所以這可能對供電系統就是一個挑戰 另外發電的成本會大幅的上升 因為現在惡物戰爭持續在打 不只惡物其他地方也是在打 所以燃煤的這個成本 可能就會大幅的上升 連帶影響的就是電價 而另外他也說這個因為要燃煤 所以強度碳排的部分就會居高不下 所以導致我們電力系統的韌性不足 他也提醒了如果要達成2050 淨零碳排的話 那不用核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來關心國際 美國眾議院終於通過了 總價超過台幣3兆元的 國安緊急補充撥款法案 其中包含三項原外方案 分別是將提供烏克蘭 以色列還有台灣等印太地區的安全援助 木槌終於落下 等了半年美國眾議院在當地20號 通過總價值超過950億美元 約台幣3兆的重大原外方案 包含提供給烏克蘭的608億美元預算 還有援助以色列的264億美元金元 以及提供給台灣的安全援助 不止如此眾議院還通過強制短影音平臺 TikTok在一年內脫離中國大陸母公司 字節跳動 否則將在美國全面性禁止上架 為了因應北京的威脅 81億美元的印太安全補充法案 包含提供台灣和主要盟友的外國軍事融資的20億 還有19億是用於補充提供給台灣的防禦性軍事物資 美國總統拜登後來也透過聲明指出 眾議院通過法案展現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 並向參議院喊話趕緊過關 針對援助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一如往常拍影片感謝美國 烏國宛如受到加持20號用無人機狂轟俄國8個州 然而回到美國眾院原烏預算的表決 儘管是以311比112票過關 但和援助以色列的366票比58票壓倒性通過 比起來可看出美國國會對兩國的支持力道確實有差 TBBC新聞綜合報導 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將在明天開幕 不過今天首度開放外國媒體參觀海軍潛艇學院 特別磨擬了登渡海登島的障礙跑 只是被問到是否針對台灣 軍方說不針對任何目標 中共海軍人員用英文引導 位在山東青島的海軍潛艇學院 成立70多年來首度開放外媒參訪 跑下旋梯再跑上旋樓梯 這是模擬海上作戰環境 400公尺時到障礙跑 官方稱訓練到大四都能在3分30秒全程通過 最佳成績跑出2分50秒 只是眾多的訓練項目怎麼就選模擬渡海登島 跑給外媒看 請問你們這個渡海的訓練 假想的對象是不是就是台灣 我們訓練是為了提高我們學員的身體素質和綜合能力 培養完強的戰鬥作風 我們不針對任何目標 除了訓練項目還開放宿舍生活區 新進的大一大二生四人一接 船舶得學會折豆腐 不過大三之後潛艇軍校生 船舶改成綠色毛毯包藍色被子 因潛艇內狹窄環境不用折豆腐 也滿足我們實戰的需要 不會受到風浪的晃動影響 同時也其實這個包毛毯也是有技巧的 咱們知道普通的毛毯都不會有這種能能角角的 這也是需要大家去捏出來 生活區很公開 但是進到教學區 像是模擬潛艇水下操縱的訓練室 作戰系統訓練模擬教室 都不能拍攝嚴加保密 這座中共海軍潛艇學院在地圖導航是搜不到的 而整個外媒參訪安排中也完全不涉及軍事機密 終於是形象宣傳 藉由這個承辦系台面海軍論壇來做軍事外交 以上TV新聞朱光宏 陳入文在青島的採訪報導 只是共軍有可能洗牌嗎 因為解放軍十九號成立了信息支援部隊 有意說這只是換湯不換藥 背後意義如此嗎 請教風偉帶來更詳盡的說明 解放軍現在進行了全面的戰略性改組 因為原本在二零一五年軍改的時候 他們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現在已經正式解編 軍事專家就認為說因為過去這個戰略支援部隊 他的業務範疇太廣了 可能會導致不利於作戰 所以現在解放軍是把這個部隊給裁撤了 但隨之誕生的就是信息的支援部隊 未來在戰場上面 他們可能可以發揮更有效的攻擊 像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就對於這支部隊又很高的期許 他說他們全新的戰略性兵種 就是希望可以打贏現代化的戰爭 所以他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而我國的退役陸軍少將 栗政傑他也說到了這支這個信息支援部隊 其實他是集通訊跟這個訊息的接收徵搜 以及統合指揮武器 其實他就是解放軍的六脈神劍 但是效果如何呢 其實國際正在睜大眼睛著看 如果你想要掌握更多即時的新聞內容的話 現在可以打開你的手機 掃描鏡面上的TVBS QR Code 掌握最即時的新聞報導 二國防部今天爭獲了14架次的共機 越過海峽中線 其中有部分戰機距離基隆只有41海里 距離俄卵比則是57海里 專家就對此分析 如此近的距離 國軍恐怕沒有預警時間 接獲塔台指令 殲15戰鬥機升空起飛 大陸官媒21號秀共軍訓練畫面 而其實在前一天 他們也正在台海空域密集干擾 從20號到21號早上 國防部共爭獲14架次戰機 越過台海中線 距離基隆僅剩41海里 約76公里 同時也由西方 繞過澎湖南方 轉進高雄方向 逼近俄卵比57海里 而專家指出 共機在北部的距離 國軍恐怕沒有預警時間 在41海里的狀況之下 距離淡水大概只有31海里 31海里中共的軍機 要進入到淡水的話 只要3到4分鐘 進入總統府的話 只要4到5分鐘 就到我們總統府上空了 專家還分析 相較之下 國軍緊急起飛 最快也要6分鐘 共機慢慢縮短 與台灣的距離 背後目的也是要讓台灣習慣後 卸下空域新防 要掌握制空權 共機進逼就快抵禁 企圖造成台灣新一波壓力 對國軍來說 已是一大警訊 而其實中共空軍副司令王偉 日前就證實了解放軍新一代 逆宗戰略轟炸機 轟二十就快要問世了 雖然官方不願意證實 他的外型還有性能 不過大陸媒體指稱 具備良好的遠程戰略打擊力 T20 月20 時20 我們中國人研發新戰機的腳步 從未停歇 中國大陸軍備嚴禁 反應戰略布局 也象徵了自主研製能力 足以讓解放軍 不須在處處仰賴惡系武器 其實中共的轟漏我們來看 它大概也都是50年60年的老飛機 也就是從原來蘇聯時代的 圖16改過來的 中共的不管是基建 它都有一個命名規則 20開始 新世代的航空機 家族逐漸成型 不過目前 独缺戰略轟炸機 這好長時間了 大家都很期待啊 這款機對 空軍來說有什麼意義 誒 值得 值得驕傲 也值得你去興奮 轟20還沒問世 實際的外觀也未曾亮相 不過2021年 解放軍招募影片 這一幕不過短短幾秒 就給了各界無限想像 因為從構型到場面布置 轟20的模擬示意 和美國的B21同假機相比 與其說模仿 更像是較勁 看到推斷的這個動畫 裡面一共有三種 不同的構型 有一個是沒有偽翼的造型 我們講說這個異端反 那第二種的構型 是後面是雙直尾翅的 第三種的構型 現在目前看得到的 這個想像圖也好 或者是模型也好 雙直尾翅是可以 可以立起來 可以放下去的 名嘴在看的 就是說它有一個等離子的 一個隱身技術 就要看它這個 各項的性能 是不是能夠接著去考驗 儘管西安飛機工業 還有解放軍 都未曾透露官方豬援 中國大陸媒體 卻率先指稱 紅二十的最大航程 將上看一萬三千公里 五千公里左右的作戰半徑 將讓這款首次 自主研發的大型轟炸機 得以實現戰略遠程打擊 加上逆中能力更讓對岸自豪 一旦是非完成 注意對美國玩到超車 因為考量到它的這個作戰環境 它不像美國一樣 整個這個太平洋 這個中間的整個航路上面 對它來說都是安全 即使部署到前進基地也是安全 那它等於一出海 它可能就會面臨很 這個極高度的這種空中威脅 所以它必須要很好的 這樣的逆中的性能 另外它也沒有海外基地 所以它這個航程可能會要非常大 轟六根本不能算是戰略 其實它的航程很短 所以轟二十可能會扮演它 在鐵三角裡面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角色 長航程高載彈量的遠程重火力 轟二十的角色設定 顯然不只在印太 它要建立它的一個戰略空軍 那我們講的戰略空軍 包括它的遠程戰略投送 重生打擊跟核打擊這幾個 那等於說轟二十是來補足這一塊短板 因為它是等於核打擊的三位一體的空機的部分 相較於俄羅斯跟美國 它的戰略水三角其實都不完整 對於空軍來說 你要跟其他的軍種的這種火箭軍 或者是海軍來競爭資源的話 那你在發展一種具有戰略作戰能力的 這種轟炸機可能是有它的必要性 對於急於擺脫島鏈戰略前置的解放軍來說 專家推測轟二十的未來對解放軍的戰略部署至關重要 特別是當同世代的機種能彼此協力 中國是不是可以配合空中加油機 那這個運油二十它的能支援的這個距離 或各方面是不是OK的 再加上它能夠搭載的這些武器是不是OK的 那這些東西都有在後續能夠有足夠的請自來研判 但這不代表對台作戰鞭長莫及 為了達成世界第一流強國 中國對軍工的投入和發展不容小覷 同時也證明了美軍和盟邦的緊迫盯人 其來有自 TVB的新聞劉立成 羅氏彭 耶穎 拍不到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長任內 包含金華城還有北市科等案件的土地建築疑律 頻頻被質疑 所以令就抨擊了現任的市長蔣萬安 不敢查柯文哲 所以提案要組調查小組 國民黨議員也加入聯署 不過民眾黨議員就開酸 說他們願意加入 但要求把台制光案一併納入調查 不滿被貼柯規講隨標籤 蔣萬安動怒回擊 就是因為議員質疑 前市長柯文哲推動北市科地上權標案 有圖利嫌疑 等不及蔣市府政風調查 綠營要針對柯前市府兩大爭議案提案組調查小組 蔣萬安蔣市長上任至今對於蔣 柯文哲留下的爛攤子 查查的速度都非常的緩慢 針對於金華城跟市北科T17 T18土地建築等等的疑慮 進行專案調查 已有19名議員 藍綠都加入聯署 將在24號送大會討論 現場若有議員不同意 就表決出席議員過半數就通過 藍綠站在同樣立朝 民進黨喊話民眾黨議員也加入 對此民眾黨團表示樂於參加 但參加原因是幫柯文哲平反莫須有的指控 有錯當然就罰 沒錯就請還柯文哲清白 但議會這舉動聽在前副市長黃申申兒裡 不想多回應 蔣市府撇清沒有不敢查 綠營出招 恐怕再度點燃 前後市府兼戰貨 TV上的最強配合還常報導 不過這是專機撕煙案的翻版嗎 因為臉書粉專爆料公社就出現了一份公文截圖 指出準副總統蕭美琴攜帶了二十三瓶酒返台 還透過外交部要求免撕酒查驗引發了在野黨的質疑 對此外交部就回應了這文件的來源相當可疑 涉及認知作戰的惡意 公文主旨斗大寫著前駐美大使蕭美琴奉調反國通關事宜 網路出現疑似外交部公文爆料蕭美琴 透過外交部要求官務署免撕酒查驗 財政部也協助辦理 消息一出引發嘩然 看看酒品清單最貴的格馬蘭威士忌 要價約四千九百元台幣 二十三支酒共計超過三萬元台幣 五年前專機撕煙案才剛落幕 敏感時刻被曝帶死酒入境 很難不被放大檢視 不過這份公文是否為真 外交部並未承認 只說惡意操弄認知作戰 根據政府駐外人員 任滿調回攜帶自用物品辦法 其中自用物品指的是駐外地的日常家用物品 若酒品自用不販售 倒是沒有違法問題 但就怕想特權招來批評 一般旅客入境最多可以 攜帶一公升的免稅酒品 不過如果攜帶超過免稅數量 又沒有向海關申報的話 最多可以被處以五千元的罰還 境外人員於任滿調回國內 攜帶自用用品和自用酒品相關事宜 其實都是依照財政部政府派駐國外人員 任滿調回攜帶自用用品的辦法 強調外交人員反國 享有禮遇合情合理 並沒有違法疑慮 單純是觀感問題 TVB新文化政策成員 聽台北昌報道 鏡頭轉到美國 美國最高學府包括哈佛 耶魯等大學 都爆發了挺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就怕衝突惡化 還請警方進入校園來逮捕學生 甚至祭出了停學處分 不過美國朝野依舊是力挺以色列 眾議院通過了260億美元的援助案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還發文感謝美國的商情 不過接下來是否要進攻加薩的拉法 備受外界關注 台灣人留美的熱門學校 美國加州南加大爆發 挺巴勒斯坦示威活動 近來美國從西岸到東岸 好幾所的知名大學都出現類似場面 包括哈佛大學 耶魯大學 美國最高學府全都有挺巴勒斯坦示威 最激烈衝突的就發生在紐約的 哥倫比亞大學 警察直接衝進學校逮人 這是因為示威學生在草皮上 搭帳篷長期抗戰 哥大校長怕衝突擴大 主動請警察進入校園 逮捕百名學生 此時反而激化示威學生的情緒 還爬上校園的圍牆拉巴勒斯坦旗幟 校方乾脆祭出停學處分來殺雞儆猴 相較之下美國政府仍然力挺以色列 眾議院通過追加預算案包括兩百六十億美元援助以色列 總理納坦雅胡在X平台上發文感谢美國的情意相挺 接下來是否揮軍進攻加薩最南邊的拉法也備受關注 不過此刻以色列街頭示威怒火也越燒越大 人質拖了快七個月都沒救出來 國內反對納坦雅胡的壓力也瀕臨炸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預計24號要到北京和上海 不過目前還沒公布是否有和習近平會面的計畫 不過國務院資深官員就表示 在520台灣總統就職前的敏感時刻 美方期盼各方可以克制避免挑釁 繼去年6月訪問北京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在下星期再度訪問中國 在24號到26號到北京跟上海 這是近來美中積極外交的一部分 拜登和習近平通話後 財長葉倫 國務院亞太助勤康達和白宮國安會 中國及台灣資深主任貝沙蘭先後訪問北京 國防部長奧斯丁也首度和中國防長董軍通話 去年布林肯訪中因為中國間諜氣球入侵美國領空推遲 這次布林肯出發前美中關係雖已走出低點 但仍然緊張 拜登揚言要提高中國鋼鋁產品進口關稅 在南海議題上以軍演和峰會力挺菲律賓 指責中國支持俄羅斯國防工業基礎是助長厄屋衝突 國務院資深官員表示 布林肯這次的三大目標是在關鍵問題上取得進展 對美方關切的雙邊及全球議題清楚直接的溝通 還有清楚表明美國打算負責任管理和中國的競爭 重點不再可交付成果而是要坦率直接的 以外交手段清楚溝通美國的立場和政策 捍衛國家利益避免誤解誤判 國務院資深官員表示布林肯不管是私下或公開場合 都會強調美國在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長久利益 美國認為這對印太地區和全世界至關重要 這名資深官員特別提到尤其是在即將到來的 520就職前這個重要的敏感時期 美方期待所有國家為和平穩定做出貢獻 展現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緊張局勢的挑釁行動 TVBS新聞佳輝美國華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